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死亡的消息可能会导致加密货币市场暴跌 另外Bincrypto还称 如若金正恩的死亡消息属实 朝鲜会为此而出售价值6亿6千万美元的虚拟资产 目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有两周以上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据多家媒体猜测 金正恩或因不到位的心血管手术遗留后遗症 导致成为了植物人 韩国官方26日对金正恩的健康状况表述 却与众多的传闻不同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统一外交安保顾问文正仁 向美国CNN表示 金正恩活着而且状态很好 金正恩从4月13日以来一直待在原山地区 目前尚未发现朝鲜有任何可疑动作 韩国《东亚日报》于4月26日引述美国情报部门报导称 金正恩做了手术正在休养 但不至于陷入危险 Bincrypto称 联合国自2006年以来对朝鲜采取了禁运政策 朝鲜因此有许多参与入侵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黑客出现 并接连到取近20亿美元的虚拟货币 该社还猜测预计这些资金将被用核导弹开发 部分报告书中还显示朝鲜拥有的虚拟资产达6.6亿美元以上 据部落客媒体报道中国国内消息 中国国家发改委4月20日召开4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创新和技术发展司司长五号表示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联合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推动 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的有关指导意见 此次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 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 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物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 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 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 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 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 具有工艺属性的基础设施 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据部落客媒体调查 新基建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这一表述始于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该会议提出 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以来 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深改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顶层会议中 先后多次提及加快新基建项目 相比较而言 旧基建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大建筑工程 旧基建投资以来是稳定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的重要方式 而新基建设置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 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发布会中提到 旧基建可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 新基建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 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将持续跟踪研究 好了 本周的区块链周刊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